《中三物尼折射》是我们教科书的14.3 我们将会用四条短片 将这课书的重点讲解 第一个部分就是什么是折射 现在影片内容先讲解什么是折射 首先在未讲什么是折射之前 我们要做一个重温 我们在上学期学过光的反射 光的反射和光的折射有什么分别呢? 光的反射是因为光线 直线交流线就是光线 遇到一个不透光的物件 例如我们当时讲过的平面镜 它是不能前进 因为不透光 它就不能进入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就会出现反射的现象 而反射告诉我们 我们证明到 它就不是没有规律 而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律 那个固定的规律就是反射定律 这一条是入射角 这一条是称之为发线 在同一个原理来说 而反射光线和发线形成的就是反射角 反射的定律就是这三条线 即是入射线、发线和反射线在同一个平面 第二就是入射角和反射角 什么是光的折射呢? 如果光不是打入一个不透明的平面 而是一个透明的玻璃 这个蓝色的架材代表透明的玻璃 我们日常生活经验都会发觉 光是可以继续前进 但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而是光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改变方向 那些科学家做过 我们先考虑只是前半绝节 那些科学家做过 除了改变方向之外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 其实光在空气的这个界质 是走得比较快的 光速比较快 而这个走到玻璃的这个界质 是比较慢的 那和刚才一样 就是光线打到玻璃 就是所谓的这个界质 那我们说和这个界质 这个入射的平面 这一条垂直线 我们就叫它做法线 因为我们会说 其实都是叫做Normal 那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光线和这个 发线形成的角度 就叫做入射角 而这个光线和这个发线 就是进去第二个界质之后 这一条就是折射线 它和这个发线形成的角度 就叫做折射角 那我们就说 一会儿我们就会说 这个角度是会改变 那譬如入了玻璃 这个折射角 是会比较小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发线 那我们去看看 一些我们需要学的一个名词 我们需要学的名词 刚才我们提到 什么是折射呢 那我们就看回 当光线就由一个界质 由一个界质 由一个界质 对了 就进入另一个界质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改变方向 它的前进方向就会改变 这个偏折的光线的现象 就称之为叫做折射 我们就去学习几个简单的名称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刚才我们讲过 入射这条光线 我们就叫做入射线 Incident way 与反射定律的时候 光线的名称是一样的 而进入第二个界质 这是空气入玻璃 这条就是边界 与边界垂直这条线 就叫做发线 与我们之前学习的名称是一样的 唯一就是光线 我们就说 原本的前进方向 是这个方向 现在就再不是跟着这个方向 而是向着另一个方向 这一条我们就叫它做折射线 Reflected way 留意R 因为它有卷利 与刚才反射的条线是平的 我们就说这个角度 我们就叫它做折射 Reflected way 在同一条线 形成的角度 就叫做折射角 也就是说 R 其实 这个 angle of reflection 其实就是折射角 我们说这个就是入射角 这个也不陌生 因为之前也学过一下 在空气去玻璃的情形 我们就发现 入射角是比较大的 那个折射角是比较小的 这种情况 原来我们说这两个图 就说出了折射的两种可能 分别是由空气去玻璃 或者是由玻璃前进去空气 我们就说先看第一种情况 就是由空气去玻璃 原来光线是由空气去玻璃 那个光线就会偏向发线 中文我们叫偏向 英文我们叫 Bend towards the normal 而光的速度是会减少 再重复一次 这种情况 因为光线 这个就是入射角 刚才有提过 就是光线和这个形成的角度 比起它的光线 因为不能够继续直线前进 而要改变方向 比起它这个折射形成的角度 R 我们说I是比R 这种现象就高 我们说光线是偏向发线 就是Bend towards the normal 而我们说光的速度是会下降 如果相反 在这个相反来说 如果现在你是由光线 是由玻璃去空气的话 那我们就说光线 是会Bend away from the normal 中文 即是由原本的方向 就应该是这样的 中间的发线是这里 Normal在这里 我们就说它会偏离开 便看到它原本的方向是这样的 它的角度 边往边的方向 선 会被原本的黄onnen 中间 trades逆彎 görd 这一种是偏离摑线 而光的速度是会上升的 在这个情况下 光的速度是会上升的 就是光线是由玻璃去空气 光的速度会上升的 我们就用几个实物去看一看 刚才提过光线是由空气去玻璃 就是会偏向发线 由玻璃出来空气就是会偏离发线 我们用几个实际的例子去看一看 如何偏向发和如何偏离发 首先第一个我们尝试用 我们用传统有用过的光线箱 大家都看到它的光线 如果我们尝试没有任何东西阻挡 虽然这里有一个固域 但现在没有任何东西阻挡 你会看到光线是直线进行的 但如果我们尝试把一个正方长方形的玻璃 放在这里的时候 你能否留意到光线是改变了方向 其实未必那么容易看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你可以放在这里面 放在这里面 你就会发现这个方向和后面的方向不同了 其实中间它比较暗一点 但我们尝试追踪光线的走势 就是在这里我们明明看到它 所以我们画两个交叉 在这里面的交叉 也会把这些交叉 在这里面的交叉 也会把这些交叉 也会把这些交叉 放在这里面的交叉 也会把这些交叉 然后再把这些交叉 然后再画回来的交叉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的交叉 我们会发现光线的轨迹 是由原本这个方向 到后期 它是变成了 是这个方向 而中间我们可以猜到 它是应该改过一次方向 大家同学会看到 用回我们刚才的光线没有走 原本直去 大家看到是这一条 因为进入了玻璃这个解质 我们就说它会改变方向 同学我们看看这个位 如果我们加回一条 发线给它 你会看到 这个角度 空气内的角度 即是入射角 应该是偏大的 接着这个角度 即是折射角 应该是偏小的 在长方形玻璃 我们会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在三菱镜 我们看看 如果没有任何东西 挡住它的时候 它的光线直线前进 应该是这样的 但如果我放了三菱镜 你会看到 出来的光线 不是原本的方向 而是改了方向 我怎么知道它是如何改变 我们可以把轨述 我们可以把轨迹去追踪 就是出来的光线 我们画两个交叉 去标志着它的方位 然后如果我们把光线前进的方向 把它连起来 在中间的玻璃 它其实是这样的 你会看到 光线其实是改变方向 改变了两次 其实这个也合乎 我们的预期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这一次 是第一次改变方向 这一次是第二次改变方向 为什么我们说它 合乎我们的预期 就是我们其实 可以把轨迹这个黑度 这样拍回来 这个位置 我们就会看到 在第一次来说 它就出现 角度先是偏向发线 即角度 是变小了 好了 接着在这个方位的时候 我们也是把轨迹的黑度 贴着 膠界面 跟着去画 这一条的发线 而在离开的时候 角度就会变大 即是说 进去的时候 就是偏向发线 离开的时候 就是偏离发线 所以两次折射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的效果 好了 接着第三个 我们会使用 就是半圆玻璃 半圆玻璃 因为是有两种面 第一种 可以由直径这个位置射光 另一种 可以由弯的表面射光 我们先讨论比较简单的 其中的两种 第一种 就是如果 我们从直径这个角度射光 如果原本没有受影响的话 光是直线进行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这里 我们就会看到 光线 就会出现 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把光线的轨迹去追踪 光线的轨迹去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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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是直角的话 就可以不偏 在什么情况下 它会有直角呢 就是如果 这个刚刚好是圆的半圆 就可以是直角 这种情况 就是要对峻的圆心 就会得到这个比较好的效果 不然就会在这个位置 也会有偏折 第二个情况 就是如果我们尝试 是对着模型的边 同样 比较简单的情况 就是对着圆心的画 如果没有东西阻挡的话 光线应该是这样走的 如果是放在半圆玻璃的话 就会出现这个现象 同样我们去追踪光线的画 我们就会发现光线 就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特意试在这里 在这个位置 是不改变方向的 因为它刚刚好 调到它是直角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 我们就说 会继续前进 而这个情况 就是由玻璃出空气 就是会偏离发线 玻璃出空气 就会偏离发线 这里就说了几种 都是空气入玻璃的情况 而怎样去计算的偏折方法 我们看回这里的时候 刚才我如重复 比较简单的那些 比如说这一题 这一题我们可以这样想 就是如果光线在这里 是进入三明镜 我们说第一回合 它进入空气去玻璃 它本来的方向是这样的 现在就应该咬向发线 红色的一条就是发线 好了 接着碰到这个光线 有另外一个光线 在这个位置 也是面临玻璃出空气的情况 这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画一个屁股 这次是玻璃去空气 原本是直去 而玻璃去空气 就应该是偏离发线 角度就要变大 角度就要变大 所以整条的光线就是 转两次方向 刚才提过 这个位置 其实是由空气去玻璃 这个屁股的面 和长方形的分别很大 所以这个光线是可以直去 如果这个是直角的话 这里就不会改变方向 会继续直出 我们的关键是 这个是比较大 这个是比较小 如果这个位置 刚才提过 如果这个位置是直角的话 由空气去玻璃 这个位置 即是入射角是零 angle of incident 是零 空气入玻璃 而入射角是零 如果入射角是零 这样是不偏接的 即是会继续前进 去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会出现偏离发线 玻璃出空气 就会出现偏离发线 就会出现偏离发线 最后我们看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当年的公开试题目 CE 即是当年的中学会考 和今年的DSE 有点类似 但又不是完全一样 这条题目 即是说已经有一个高中水平的问题 就是 我们在想的时候 我先有一个提示 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追踪光线的流向 我譬如说 我拿其中A这个答案来看 那我们首先 光线是怎么行呢 我们首先是需要画一条螺幕 那条螺幕 就是将间尺的黑度 触到这个面 这个面 这个面 和这条线 就会是垂直 所以这个角度 正常来说 入到由空气去玻璃 是应该变小的 它现在就变大 偏离发线 所以这个要交叉 同样B也要交叉 交叉了两个 好 即是说 C和D 的答案 都是过到第一关 即是说 空气入玻璃的时候 角度 是变小了 好 接着下一关 其实就要看下 由玻璃出空气 那么玻璃出空气 我们就会看回 我们同样 玻璃出空气 在这条边 所以你就会在这个位置 去画一条螺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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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C 这个答案 你就见到 角度是变小 玻璃去空气角度变小 所以这个错 答案就是D D